水火无情啊 不管是被火烧了 被水淹了 都常常要求救的 但是台北市有这一位 野战部队的退伍上校 他跑去爬山的时候 因为溪水暴涨 他就逗留在山里面 家属跟救难人员 担心他的安危啊 赶快出动了直升机来救 只是这位退休上校 被救回来的时候呢 竟然他说不想被救 因为他说很了解野外求生 还带了十天的粮食上山 他说再撑一个月都没有问题的 空警直升机在高空盘旋 地面人员同步搜救 终于在尔无锡营地 发现泄性男子 折腾的好一会儿 终于垂降吊挂 顺利将受困的泄性男子 救上直升机 场地非常的险峻 因为周遭的树林非常高 而且这个溪谷底下的石头 碎石相当多 我们这个飞机 如果在那边滞空的话 会遭遇到相当大的 这个下行气流的影响 终于男子17号攀登无名山 21号应该下山 25号没有下山失联 救人员紧急出动直升机斜巡 但没想到人顺利平安救回了 终于男子竟然跟救难人员说 本来跟空警讲说 他应该自己在山上 再待个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那基本上 就是因为我们空警出行的话 就是看到人应该就会把他带走 不然万一他这中间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是可能没有人 有办法去负这个责任这样 终于男子说自己是特战部队 退役上校 很了解野外求生 只是因为吸水暴涨才逗留山上 旧男人员好说歹说 将他劝下山 但根据了解 信心男子已经是第二次 独自一人登山失联被救 只是大家疲于本命 就是担心男子安危 终于新闻综合报道 在这边 马上